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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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湾制造酸菜的主要地 市占率达八成之多 在这里随处可见制造酸菜的加工厂 食品行 以及协助酸菜加工的乡名 这是一个传统餐盛 轻化青年外移严重的酸菜村里 因为有一群来自异国的外配姐妹 加入手工酸菜制作的行业 这古老的美味才得以延续下去 我是阿典 我是阿典 我是南家过来 今年我三十四岁 我做工厂这是生菜 做三年了 阿典 我今年40歲 我做酸菜已經14年了 我的工作大部分是絞菜的 加西亞 就是人家拿來烤的有嗎 煎鍋一鍋起來 那個比較漂亮 那個比較豐 因為豐的時候 人家煎起來做包 絞菜的部分是要搬而已 我總要莫香子比較辛苦 在我們這裡都大高度比較多 如果年輕人大部分都比較重 因為比較有那個什麼 手腳 大部分的女生 都是做這一行工作 究竟要照顧家庭 照顧孩子 當然他們算比較困難的工作來做 大部分也做不到 要不然這個工作可能沒有人做 移民署統計 截至2017年1月底 台灣新住民人口已突破52萬 和原住民人口數不相上下 是不容忽視的重要族群 其中又以中國所佔的67%比例最高 其次是越南18% 印尼5.6% 泰國和菲律賓各佔1.6% 泰國和菲律賓各佔1.6% 都是一個圓字啊 圓啊 多麼的奇妙啊 你們看到了 現在台灣啊 現在台灣啊 有多少外籍配額 台灣島不大 想一想 來了這麼多的外籍配額 對台灣的人口啊 真的增加不少 所以在好幾年前啊 我們就很期待啊 在這樣有外籍配額的 要給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語言 同樣也是要交易 同樣也是要交易 所以呢 社區給他們有一個 會子男心 這樣的班等於呢 是在社區啊 讓這外籍配額 有一個地方呢 來學習語言 不只是學習語言啊 還要呢 教導他們 台灣的公公婆婆 他們所習慣的媳婦 是要怎麼樣來對待公婆 同時呢 還要教導他們 日常生活 台灣的這個生活啊 的習慣是什麼 讓他們呢 也可以融入在台灣啊 家庭啊 靈機啊等等 高雄永安區 有著石斑魚故鄉的稱號 鄉鄰永安的岡山 更是世界螺絲工廠的重鎮 出口各式機具零件 這樣的產業形態 除了讓鋼山 永安等地聚集了許多 外籍勞工 也造就了許多新住民家庭 鋼山慈濟智工 長期關懷社區 發現了外籍配偶的困境 於是智工開始挨家挨戶 拜訪新住民家庭 不僅傾聽他們的心聲 更深入了解需求 2004年4月26日 惠職蘭新成長班 正是於鋼山園區開課 當時共有40個家庭參加 惠職蘭新 就是很有氣質的家庭父母 而且要像蘭花的清香 讓一個家庭很昏荒清香 所以從此開始 所以在南部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是在高雄岡山 他們做得很成功 開始有一位老師是彭老師 他回到花蓮來教練會 幾天以後他很有心得 那麼回去 剛好他的表哥 就是在這一首永康托兒所 他也提起來跟彭老師說 很傷腦筋 現在的幼小兒來上這個托兒所 他說孩子溝通 聽不懂 而且媽媽很難溝通 因為家庭和家庭在講話 都是講不通的 所以慢慢地變成了這一群孩子 真正地在這孩子群中 變成了弱勢者 也這樣提出來 所以我們這位教練會的彭老師 他就說 我剛回來也很想做出來一件事情 那就是師傅常常提 社會教育要把它推廣開來 而且現在的外企新娘如何呢 來教育 輔導他們的語言 他們的生活環境 他們的家事功能 所以這樣一談起來 就是極大歡喜 說做就要做 所以這裏面的新娘也有 有印尼 有越南 還有大陸 還有等等很多的幾個國家的新娘 把它聚聚在一起 相近四十個的這樣的外來的新娘 通通都有這樣的語言 都有不同的 還有他們的生活 所以我們聽來 大陸還不是講普通話嗎 有的人呢 連普通話都不會說他們的地方的荒野 所以還是語言上也有一點差距 那不只是在這種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等等不一樣 跟台灣的絕對有很大的距離 所以我們就幫他們開了很多課程 不只是讓他們的家庭的這種的互動跟文化 同時也輔導他們的心靈 可知道離鄉背景 完全不同的文化 那是苦不堪言 那種的有苦說不出口 也沒有對象說 所以沒有情緒的 那慈濟的 開始陪伴 就像媽媽一樣的 擁抱著他們 護衛著他們 陪伴著他們 教育著他們 慈濟關懷新住民的腳步 從高雄岡山出發 至今已擴展到全台 十多年來 為新住民親子 開設直訊 客服等成長課程 多年的陪伴下 2011年 慈濟舉辦水燦演藝 許多新住民姐妹們 也一起來入京葬 不緊張 真的不知道 當中也沒有聽過陸金帳 發現了 那個音樂好感人喔 真的 我覺得每一篇的那個經文 還有那個配樂 真的非常的感動 一一唱回那個 兩色藍的主針端 社會東當嘴不香 我其實每次唱到這個 我心裡有一點梗 我說其實很多人喔 不是少人放火 其實有的是可教 也是很多 很容易對一個人的心靈 打擊很大 所以我說 都會奉勸人家說 哎 不要去少吵架 讓他們會懂得講普通話 讓我教兒子 讓兒子 可以跟外人的小孩拍攝 可以讓兒子在學校 跟同學們打成一片 能接受到老師的教育 同時也讓整個家庭和諧 這是能用外籍的人士的教育 但是我們也改變了我們自己的 在台灣 你怎麼樣起人家回來 你應該生活要如何去改變 建立一個名副其實的幸福家庭 這都是慈激人 開這樣的班 在社區裡 不管是男、中、北 都有在這樣的推動 所以我常常說慈激人真可愛 那當然都是要說一個原則 好原呢 我們要多解好原 你說的話 人家都會把它當成是保 用在日常生活中 都會改變自己 所以不管是外面的環境 內心的環境 只要我們有一個正確的方向 人人都會就優道之正願 就就優道而正願 總而言之 這幾度要怎麼走 正確的方向 相信大家都會贏接受 看到真正的大家付出的辛苦 幸福的付出 我們也看到了幸福的結果 所以真的很開心 各位爺爺奶奶 請大家早安 早上九點半 在六樓A洞有獨報會的活動 請爺爺奶奶來踏躍參加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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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找她 需要沉悅 請她 我需要沉悅 請她 他們可能會失敗如果你們做了不正的技術 我們通過通過電腦 那些患者不能動 我們通過通過電腦 我們需要很多工作 很多人的力量 我們通常通過我們通過的職員 我們通常做出職員的職員 有更多男人比女人的 菲律員 偶像是很疲倦 因为有很多病人 你也感到疲惫 但是它是平常的 长照2.0政策上路后 需要的是更多的人力 投入长照领域 台湾引进外籍移工 至今已25年 人数突破60万 其中在社福产业就业的 就有23万人 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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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142 71 一学院 两学院 I'm a registered nurse male registered nurse 在福利亚 我工作为了 在福利亚 我也是在福利亚 在福利亚 我做了一年 在福利亚 我认识在菲律,有很多识识在菲律 在菲律,你必须在菲律,你必须在菲律,你必须在菲律 我的目标是成功的识识,但在菲律,我必须在菲律 所以我必须在台湾工作,我必须在增加上 有一部电影叫做《没有墨西哥人的一天》 故事描述有一天美国加州的居民醒来 赫然发现墨西哥人都不见了 街上垃圾没人收,餐厅没有服务生,座物烂在田里没人管 我们可曾想过台湾社会如果没有外籍移工的一天又会如何呢? 有一份报告指出,台湾卡车司机平均年龄将近55岁 农村财果的平均年龄超过70岁 劳工不但老龄化,还缺工20万人以上 其中又以制造业最严重 目前来台的外籍移工中近九成是女性,担任看护或帮佣 男性多半从事渔工、农务进入工地或工厂,补充基层的劳力缺口 为了生活,在国外而来到台湾 认为台湾是一个可以讨生活的地方 我们现在台湾真的也很需要外来的雇佣来接种外来的 愿意付出劳力的人士呢 今天我看到了好几位的老人家呢 后面站人都是外来的 假如没有这样外来的朋友啦 你想,人人都要上班啊 老人家怎么办啊 难道老人家呢 人人都要把他送到老人宴去吗 那实在是很辛苦喔 看到了这个老人家 其实自己也是老人家喔 其实呢 我如果够饭店 你们怎么够饭呢 所以啊 我们要知道 人都会老啊 那家里呢 这个儿女、媳妇都要上班呢 谁来照顾啊 当然我们都要依靠了 外来的有愿意付出 让我们培养出来爱心 使老人家 如自己的长辈来照顾 这样呢 我们也会更安心嘛 龙做的 人现在的老的已经老了 那么这中少年呢 他们都不大喜欢做龙 那如果是说 龙业在在想过的时 那这个实在是呢 蔬菜水果 如果没有靠这些 外来的劳力 万一呢 台风境部啊 万一呢 有这个梅雨菊啊等等 如果没进去收 这整个这个心血啦 血本无归喔 我的家里 我准备了 我准备了 他需要 所以 我们只能做一张 我准备了 一个 一张 一张 我准备了 很难的 是 我从孩子出发 我保持孩子在台湾 但我不能保持自己的 我保持自己的 好,妈 你不必要保持自己的 我必须保持自己的困难 我必须保持自己的困难 因为我必须保持自己的困难 保持自己的困难 保持自己的困难 我最困难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困难 这是我最困难 如果你想要去逛 如果你要得罪,你会在这里 你會跟你的家人一起離開 我們有這個家庭抑鬥 如果你決定去賺錢 你會準備好家庭抑鬥 來台的外籍遺宮中 有四成是意尼籍 其次是越南 菲律賓和泰國 他們大多是二三十歲 青春正盛的年紀 除了嚴苛的工作環境有待挑戰 情感的慰藉 情緒 健康 也需要多方協助 像睡不著的醫生 怎麼辦 有辦法 我的心都不會這麼累 比如說放鬆 我的時候晚上沒有睡覺 都自己顧出來 為什麼會這樣 可是有一點沒有辦法 身心醫學科是慈濟人醫會 在每個月的外籍一共一診中 特別開設的門診 大部分最主要還是晚上睡眠的問題 對 他們的健康狀況 能夠穩定一點 我們家人被照顧的品質 也會好一點 2003年開始 慈濟人醫會 與台北市勞工局合作 在雙城公園 展開全台首場外籍遺宮一診 當時智慧型手機尚未普及 因此每回一診 志工還會為外籍移工 準備食用小禮物 那這個電話卡做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還十幾年前 還有一櫃 所以他們就可以打電話 第一通電話就打給他的誰 就給他的爸爸或媽媽 我愛你們 我愛你們 謝謝 外籍勞工 已經十多年前了 從台北開始 我們的慈濟人 他家的外傭 就是跟老闆這麼說 所以老闆 你們都在照顧你們的人 那假如你們可以來 關懷我們外來的勞工 那就這樣 就黃基士一句話回答 這沒問題 就開始 就以人醫會一起 來規劃 所以從此開始 每個月都會在台北車站 都為外勞來議診 或是到公園去 都是有定期為外勞來議診 假如有困難我們還會再幫助他們 很多事情都是從接觸 有接觸的機會 我們要幫助的機會就多了 北部是這樣 南部高雄也這樣 中部也是這樣 常連累月 北中南東都同樣的 這關懷天下人 尤其是從國外不分國界 來到台灣 為台灣人而服務而付出的 外來的工作人 我們都是很用心照顧 不管是用西醫或者是中醫 總而言之 愛的能量總是要表達出來 這個世間才會有溫暖的美 愛的能量很重要 平東東港是南台灣重要漁獲港 移民署在一次關懷境外船員的過程中 發現船員們的健康普遍亮起紅燈 於是積極促成政府 與慈濟基金會共同合作 因此首次境外船員議診 在2014年3月23日 就在東港展開了 外籍漁民最主要是他們生活在船上 不像說一般我們的外籍 就是外籍勞工 當然都有一些勞保 可是這些漁民根本沒有健保 都是一些我們船長 一般需要一些人力 所以都到印尼那邊 就跟他們當地需要幾個人 把他帶回國內 我們開始辦第二場 是因為漁民他們反映 說為什麼我們都不能去 漁民署要跟我們聯絡說 因為他們有在反映說 是不是我們能夠再辦一場 那後來我們做了第二次之外 那漁民署說這滿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在病程 每半年就辦一次醫診 這龜病 過敏 都是皮膚會癢 問起來大概都是他們在外海那邊 比較淡水比較缺乏 他們大概工作環境比較惡劣一點 比如說太陽很大 然後流很多汗 然後接觸一些雨 或是說雨雪這些髒的東西 要清潔的話比較不容易 所以他們這些會誘發一些皮膚癢的症狀 這是最常見的 船員每三個月才能靠岸休息 一診時間就選在這個時候 為了讓境外漁工順利看診 慈濟志工請來當地外籍移工協助翻譯 同時也設計了中文印尼文對照的病例表 他們常見的疾病應該大概就是血壓比較不正常 那少部分也有可能有肝膽的疾病 可能因為喝酒 所以膽固水血脂肪可能會比較高 那比較常見的應該還是痠痛的部分 因為他們算是要出勞力工作的 那可能就是筋骨方面可能會比較 藥痠背痛 肩頸痠痛 如果我們在醫院的醫院 我會有肝膽的疾病 那就是醫院的醫院 說醫院不要太多吃 吃太多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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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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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那裡都檢查了 全部檢查了 所以我們在檢查 我們都檢查了 我們在那裡可以檢查 其他地方就好 但是還有少年問題 關於我們 我們 還有測試的會嗎? 有測試的測試的測試 但是它只是問 關於外面 我們不會有 可能有多的影響 大人受到測試 跟測試的 code 那就是測試的 只要不要麻煩 再ruff再進去 再繼續 就要做 能做的 必须可以 因为我们的健康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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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出外人像我们在屏东 举行一诊 他就是在屏东一港里 我们做了一场这样的一诊 不是只有一条是最近 这样的一诊 有一些都是从印尼来的外劳移工 他来到台湾复出暖劳力 但是身体有病痛 就不知道要如何 直接的投入去译诊 但是语言都不通 语言不通怎么办呢 有的就是用手语画图 用匕首画图 总而言之我是哪里疼 我是怎么疼 用匕首画图 那医生真的实在是 也是很有智慧 从他的匕首画图 开药 可以诊断出他的病状 对症下药 后来他们就想办法 那要如何用印尼文 中文 要给他看我们就要去学习 这是什么病 还是哪里在痛 之后就变成了这样的 去做义诊 总要延迟 那样的贵了解救把众生苦难 他们可以用尽心思 如何能体会到 离乡悲情靠了劳力付出的 受病痛的人 我们要如何帮助他 那就是要想尽方法跟他沟通 匕首画图 后来是去请教 这种为要怎么说 当要怎么说 那就是用匕首 这样的来跟他们沟通 这都是爱的能量 真的很感动 二十多年来 外籍配偶和移工 因为婚姻或工作 来到了台湾 和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 然而接踵而来的 语言 文化 生活习惯的差异 让异国生活困难重重 为了生存 为了下一代 为了故乡的家人 他们用任性证明自己的存在 更有许多人 还发挥一己之力帮助别人 软清水就是其中一味 因为我从小到16岁 我家里真的很有闲 16岁就我爸爸生一块 坦白讲还是真的就是为了闲 为了那笔闲才嫁过来 我想就来这边半年就回去了 我就不会再继续这边 18年前还是20岁的软清水 为了改善家境 冲着聘金十万元 摇紧牙根 从越南嫁来全然陌生的台湾 我来这边好像当奴才 不是来当太太 但是你请一个费用 就一个月两万块 但是你请一个费用 你也不能跟他上船上小孩 你跟我可以上船上小孩 你太划算了吧 我就早上8点 坐到晚上11点 我就不会雇家了 我要去赚钱雇我们越南的 然后我爸爸公公说 你一整天都赚钱 机会越南这样不对 但是我没有在意 反正你讲你我做我的 一心只想赚钱给越南的家人 软清水每天超时上班 不把台湾的家人放在心上 就好像没有妈妈一样 小孩子都是我到那边睡觉 然后隔天又带他们上课 直到从表妹那里认识慈悸 在大爱台看见正眼上人的节目 软清水才幡然醒悟 转了很多那些东西根本太不久 脚要塞你们台湾的地 吃你们的米 转你们的人 都进回县 真的没有用 没有意思 一点意思都没有 也没有被你们服务什么 感觉很散 感觉很散 妈妈好 嗨 大家好 接触慈悸后的软清水 时常跟着志工参与环保 社区访试 也投入募新募款 他跨越语言障碍的努力 与回馈社会的坚持 感动了90户家庭 成为慈悸会员 有看到现在台湾很多 国外来的菩萨 不管是来这 还有阿嬷 他才是来这 付出家庭 给你的工作 他才是家庭 来帮助人 真的这也是 很感人的事情很多 他们离乡辈子 也是为了家庭的生活 那也有辈子 也就是有特殊的姻缘 就这样 嫁来到台湾 台湾人的媳妇 这真的是有缘 如果还有原力 我们的持续有环保战 也是在环保战 就有这样的姻缘 投入人 既新的 在环保战 我们的族制的人 投入在环保战 华去万能 为环保战 在那里付出 天下跃的人 让他最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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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实在是很漂亮 你看 人家这样 那种 困惑的精神 就是 你如果能管 把你感恩 无关 没关系 我还回来去念 我会说 我再来跟你说 你再来 我再来 跟你说清楚 其实他是在国外来的 如果要说人脉 这个范围实在是不大 可是 人家有心吗 就发动 打开这样的 这个人脉的关系 就可以了 替人分量主持 直接救我们的 越南太多了 我要回报 我的善人 我要感恩她 因为我要学 但是一样 永不放心 困难困难 我一定也是做 除了软清水 还有来自印尼的丽娜 来台湾从事居家看护 已有十年之久 因为雇主是慈纪委员 这一份善缘 唤起了丽娜 在台湾的另一份使命 等一下拿袋子 再撑离 没躲什么 没躲 在台湾每个雇主 也会奔垒垃圾 如果你乱丢垃圾 当然雇主会骂 如果你到雇主家 已经会奔垒垃圾 然后看 那个雇主都不用教 看多好 对不对 不会浪费时间 教他什么 分类垃圾 看到丽娜 她蛮善良的 而且学习能力又这么好 而且她的语言也蛮不错 所以我就有一个念头 因为我自己本身在词记里面 是当词记志工 那我们在词记学的一些的人文 我都很想交给丽娜 那我很希望丽娜 学好之后 透过她的语言 交给她的同乡的外劳 我觉得丽娜对词记的好奇 也可能也跟我们对词记的好奇 台湾人对词记的好奇是一样的 像我当初也会注意到 注意到一群人穿蓝天白云的 他们在做什么事 我说见词是什么 就是加入词记啊 你要上课啊 这样这样 我说可以吗 可是听不懂中文怎么办 他说没关系 他会陪伴你 我也是很想加入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吧 因为我是外劳 就是外国人 不是台湾人 可是他说没关系 那个词记 部分那个你我 就是都一样 我一直相信 丽娜是菩萨派来帮我的 这个缘分应该是 早就安排好 然后到我们家来 慢慢慢慢慢慢的 让我们培养起来的 这个老婆娘 真的没有分 没有把我当外国人 把我当自己的妹妹一样 阿萨拉玛 我是丽娜 我来自印尼 我来台湾工作十年了 我的承认是小姑奶奶 我在台湾认识了四季 背心虽然很辛苦 不过我做到了 未来我要把四季人文 带回我的家乡 这种 在一个地球 在一个地球大地上 有无数无数的众生 生命的 还有呢 有生命的 还有无数的 这种躯体不一样的 光说是人类啊 就有 昂啊 乌啊 背啊等等 不同种的皮肤啊 那还有呢 就是不同种的 那种的皮肤之间呢 感情通不起来 皮肤之间呢 这种的文化 无法交际在一起 但是难免就会造成了 红果啊 我们台湾的大家已经呢 这样进后面 所以呢 就会引进了许许多多的 这个外傭 那么外傭一进来呢 当然能帮助很多的 劳力 那不过呢 是好吗 以人性平等来说呢 外傭是 在他们的出生地 就是有困苦 所以他才会 背相离籍 到了遥远的国度里 去求生 陌生 他们也希望 都赚一点钱回家养家嘛 所以 值得我们 同时 感恩 亦爱啊 看到啊 这 普天之下 有能力的人很多 但是呢 真的弱势的人啊 不计其数 更多啦 世间啊 假如都能平等一下 那不知道要多好啊 不过 希望啊 能带动人人付出一份爱心 唯有爱呢 就是力量 唯有爱呢 就是最祥和 唯有爱呢 人生才有福啊 所以人世间 只要一个字 那就是爱 要爱的无失 要爱的无染 无失无染的大爱呢 才是真人生的福 你挺不合格的 chsel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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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